净土宗第六组有名严寿大师 大师法名严寿自充元前唐人 俗姓王 自小就开始诵法华经 前王文墓时期大师尚未出家为税务官 借此方便多用国税买放生灵 因盗用国库七岁当死已押赴刑场 前王信佛派人悄悄查看 若面色不变就放了他 大师果然面色如常 释放之后大师就投归四明寺 翠岩禅师出家 接着又参访天台宗少国师大彻大悟 从而成为禅门法眼宗正传嫡孙 大师于国庆寺修行法华颤中 见观世音菩萨以甘露灌入口中 因此获得大变才 大师既想禅观经修 又有弘扬净土的夙愿 一时难以决断 于是登上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的禅愿 做了两个揪 一个写一心禅定 一个写万善庄严净土 做好之后大师身心精诚祈祷 连续七次拈究都是净土 大师从此一心一意修净业 日刻佛名十万生 建隆两年 宗义王请大师进驻惠日永明寺 四号智觉禅师 入驻永明寺后 大师白天的修行功课有一百零八件 夜里另道一封行道念佛 经常有人听到天月飘渺 大师诵法华经一生累积共一万三千步 在永明寺居住十五年 教导弟子一千七百人 常常为人寿菩萨界 为鬼神诗时买放生命 并回向净土 大师曾守住宗敬录一百卷 荣会天台 贤手 慈恩各宗 同入心宗 又住万善同归集三卷 只归净土 妾忠心要 先略入如下 论 为心净土周遍十方 何得托至连台 既行安养 而兴取舍之念 启达无生之门 心宴情生 何成平等 达 为心净土者 了心方生 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云 三世一切诸佛 皆为心量 得随顺隐 或入出地 舍身素生 极乐佛土 故知世心方生 为心净土 助境止舵 随缘境中 既明因果无差 乃知心外无法 有平等之门 无生之指 随即养教生信 欺奈力量未充 观浅心福 敬强习众 虚生佛国 以仗圣缘 忍利益成塑形菩萨道 实宜云云 智者赤然求生净土 达身体不可得 既是真无生 此谓心净故 即佛土净 欲者为身所负 闻者既作生解 闻无生既作无生解 不知生即无生 无生即生 不达此理 横向是非 此事棒法 协见人也 问 心外无法 佛不去来 何有见佛即来迎之事 答 为心念佛 欲为心观 便该万法 既了性为心 了心即佛 故随所念 无非佛已 波周星云 如人梦见七宝 亲属欢喜 觉以追念 不知在何处 如是念佛 此欲为心所作 既有耳空 故无来去 又如幻非时 则心佛两望 而不无幻象 则不幻心佛 空有无碍 既无去来 不妨普见 见既无见 尝其中道 是以佛时不来 心已不去 感应道交 唯心自见 如造罪纵生 敢地狱相 为时论云 一切如地狱 同见狱卒等 能为逼害事 故皆是罪人恶业心相 并无心外 铜鞠铁蛇等事 世间一切法 依附如是 然比遮纳佛土 非菊东西 若正解了然 洗磊据铁 力量双倍 亲正无生者则可 初心之人 何可网笑 问 观经明十六关门 皆是设心修定 观佛向好 地了元明 方皆境遇 如何散心而能化网 答 九品经文 自有升降 上下该设 不出二心 以定心如修习定观 上品往生 二 专心 但念名号 众善咨勋 回向发愿 得成为品 仍需一生归命 进报经修 坐卧之间 长面西向 当行道礼敬之计 念佛发愿之时 恳苦俏诚 无诸意念 如旧行欲 若在地牢 愿贼所追 随火所逼 一心求救 愿脱苦伦 宿正无生 广度寒时 少龙三宝 四报四恩 如思至成 必不虚弃 如获言行不称 心里轻微 无念念相去之心 有数数间断之意 是此懈怠 临终望生 但为业障所迁 恐难执其善有 烽火逼迫 正面不成 何以故 如今是阴 临终是果 应虚因时 果则不虚 生何则享顺 行之则影端也 如要临终时念成就 但欲办金粮 何极功德 回向此时 念念不亏 即无虑也 夫善恶二伦 苦乐二报 皆三宝所造 四源所生 六因所成 五博所舍 若一念心称会邪淫 即地狱业 奸贪不舍 即恶鬼业 鱼痴暗必 即畜生业 我慢功高 即修罗业 坚持武戒 即仁业 精修实善 即天业 正物人空 即生文业 知元性离 即原觉业 六度齐修 即菩萨业 真词平等 即佛业 若心静 即香苔宝树 静差化生 心构 则丘连坑坎 晦土秉至 皆是等伦之果 能敢增上之源 事已离字心缘 更无别体 欲得静果 但行静音 如水性趋下 或性藤上 事属如是 何足遗焉 参考一文如下 问 唯心净土遍布在十方 又怎能脱至连台 即申行于西方极乐世界呢 而心中生出舍离缩婆 兴取极乐的念头 又怎能进入无声之门呢 生出心晕的情迹 又怎能成就平等心呢 答 所谓唯心净土 明心见性后方能正德 如来不思议境界经讲道 三世一切诸佛都唯心包太虚之粮 才得随顺隐 或先进入出地菩萨之位 舍身速生极乐佛土 进入了知识心计真心 真枉不二 方能误入唯心净土 那些执着于静缘的人 只能堕入所缘的境遇之中 只有明了因果不虚之理 才真正了知心外无法 至于要进入平等之门 明了无声之指 虽以信仰佛教而生信心 无奈自己的力量不足 关照功夫不深 信心不实 周围环境诱惑太强 自己的习气又太重 必须先待业往生 弥陀佛国 依靠佛陀的大怨大恨的殊胜因缘 这样在佛力加持下 才容易成就忍力 加速修菩萨六度之道 正无声法忍 实义论讲道 有智慧的人断然求生西方净土 他通达众生的侧身 是了不可得的 就是真无声 就是心净 也就是佛土境的缘故 愚昧的人为生所束缚 听到生就以为是出生 听到无声就以为是没有出生 岂不知生就是无声 无声就是生 不通达这种异理的人 恒生种种是非之谈 实是棒法的邪见 问 既说心脉无法 佛又不去不来 怎么会有见佛 以及临终佛来接眼的事呢 答 唯心念佛 唯心观想 万法唯心 万法心造 心献万法 既明了净云是唯心 应该明了 佛也就是心 所以随心所念的地方 无不都是佛 波周经讲道 想一个人做梦 见到七宝 亲属都很欢喜 一觉醒后回忆梦境 不知七宝在哪里 这一做梦的比喻 梦中的一切境遇 就是唯心所做 念佛见佛也是这样 有就是空 看来是有 其实是空的 无去亦无来 既如梦幻并非时事 则心佛所能两望 既不是没有梦幻的事项 也不违背 既心既佛的离体 理是真空 像是幻有 对空有都没有妨碍 也就没有去来 这才正常的切入中道 这就是佛时不来 心意不去 而只是感应道交 唯心自荐罢了 犹如造罪的纵生 感受到地狱像一样 唯时论讲道 一切像在地狱中的罪犯 剑道狱祖等 在做逼迫罪犯的刑罚 其实都是这些罪人 自己恶业心变现的 心外并没有同老 恶犬 铁家 毒蛇等刑罚的事 世间的一切事 一切法 亦都是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的 然而那个遮纳佛土 并不局限于东方或西方 若能了然地正确理解 佛的正知正见 灭绝无始劫来的习气 从意理上心量上 都圆满具足 亲政无生的人 就可正得心佛不二 心做心事 对于出发心的人来说 怎么可以妄想仿效呢 须知 离可远解 势必见修 问 观经阐明十六观之法门 都是设心于一境 以修禅定 观佛像好无量 圆满具足 寥寥分明 方得往生净土 为什么散乱心 也能受度化而往生呢 答 观经中三倍九品 往生自有上下次第 上次等觉菩萨 下至地狱众生 一概射受 但有等级的分别 这等级不出二心 七一是空心 如修禅定观想的 上品往生 七二是专心 但念弥陀明号 勤修善业 不断熏习 回向发愿 得逞于下品 但仍需一生归命 尽此报身 精进修行 或坐或卧 常面向西方 在行道礼敬诸佛与念佛发愿时 当恳切勤苦 真诚忏悔 没有其他任何杂念 往生的迫切之心 犹如深处狱中受刑 冤家盗贼追杀 洪水大火逼身 一心求救 愿了脱轮回之苦 为肃正无声 苦度众生 弘扬三宝 世报四恩 向这样至诚的志向 必得往生 如果言行不一 信力轻微 没有念念相续之心 又常常间断夹杂 平时保持有这种懈怠的状况 临终时想要往生 但往往为业障所牵引 又怕难遇善之时及时提醒 在烽火逼迫的临终之时 就不能成就往生的正念 为什么呢 因为平时的念佛功夫是因 临终的受用是果 声音和则回向顺 形体直则影子端 如果要临终时念成就往生 必须预先准备好资粮 平时功夫得家积累功德 时时回向 念念相续 就往生没有问题了 讲到善恶六道轮回 苦乐两种报应 都是三恶业和修 敬业所造 四元所生 六阴所成 五国所赦 起心动念是称慧邪淫 就是造地狱业 奸贪不舍 就是恶鬼业 鱼痴暗闭 就是畜生业 功高我慢 就是修罗业 知十二因缘 修出离生死 就是圆绝业 知赐圣地法 断剑丝 就是生闻业 六度齐修 就是菩萨业 真如慈悲 清静 平等 正觉 就是佛业 如果一心清静 就能在香台 宝树的西方净叉中 莲花化生 花开见佛 如果心够 就只能在 丘陵坑坎的 晦土中寄生 同样都会有结果 有的就能感应佛的 增上之源 一切都离不开 自新的缘由 并没有别的性体 要想得 往生净土之果 必须修持 净业为因 犹如水往下流 活往上升 事所必然 有什么可疑的呢 大师有一首 最为著名的技语 禅境四料解 有禅无净土 十人久搓路 阴境若现前 匹尔随他去 无禅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有禅有净土 犹如带脚虎 现世为人师 来世做佛祖 无禅无净土 铁床并同住 万劫与千生 每个人医护 开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早晨 大师焚香之后告别大众 结家夫座而化去 这年大师七十二岁 后来有一僧人从临川来 在大师塔庙悬要礼拜念佛 整整一年 别人问其缘故 他说 我在病中下入阴间 见阎王殿左边供着一个和尚像 阎王精勤礼拜 我请问他是何人 说是杭州有名严寿禅师 以上品上升于西方净土了 阎王尊重大师道德高庙 所以我才不停地顶礼膜拜 净土宗第七组 省长大师 大师法名省长自造辉 俗姓炎是浙江前唐人 大师七岁出家 十七岁受巨族戒 戒行严谨 精通大成起姓论 修行天台宗旨观法门 宋朝纯化年间 大师驻于杭州西湖昭庆寺 专修静业 因仰慕静宗初主 庐山慧远大师的风范 与同修多人共结连社 可阿弥陀佛像之后 大师又赐雪书写华音经净行品 每书一字三拜佛 三要佛三称佛名 且堪板印行千卷 不识于千人 于是改连社为净行社 率领众人念佛 当时入社的达官文人 以宰相文正公王诞为首 共计一百二十人 都在大师座下执弟子之礼 入社的僧人近千人 宋朝天喜四年正月十二日 大师端坐念佛时 说了一声佛来了 就安静地往生了 众人都看见大地变成金色 过了好一会儿才隐去 这年大师六十二岁 汉内院成旨宋白 在为大师撰写的碑文中写道 慧远大师处于动荡时期 入连社的多拜式隐居之士 省长上人处于太平顺势 入境社的多士富贵贤人等等 汉民学士苏毅姐 为大师运行净行品作序说 我当不散头发 让大师足踏而过 弯身燃灯向大师请法 当时大师度化传法之盛况 国人对大师推崇之高 由此可见一斑 净土宗第八组连池大师 大师法明朱宏 自佛慧 号连池 连池二字正表明了大师的平生志愿 大师俗家姓沈 是杭州人和人 世代都是名门望族 大师父亲明德剑 号明灾先生 母亲周氏 大师从小就异常聪颖 而且对世间繁华十分淡薄 十七岁那年 大师考中秀才 若现学读书 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品学兼优 名重一时 自觉考举人重进士 犹如捡石头一样容易 当时大师邻居 有个老婆婆 每日念佛数千 大师问她为什么 她回答说 我死去的丈夫持佛名号 临终无病 与人拱手作医就走了 故而知道念佛功德 不可思议 大师听后 从此归心于净土 自书生死士大四个字 贴在暗角床头 且家中戒杀生 祭祀祖先都用素食 大师原配夫人张氏 生下一子后 子母相继而死 大师本无意蓄取 但因母命难为 只得又与汤氏议婚 汤氏本是贫家女 而且长期吃素 有一个富贵人家 想要大师做女婿 就暗地里散布谣言 说汤氏的坏话 哪知大师听到后 反而立即成婚 大师的本意 只是为了能够有个 名义夫妻罢了 大师27岁那年 父亲去世 31岁那年 母亲去世 大师哭泣着说 父母之恩 无量无边 现在正应该是我 报恩的时候啊 从这时起 大师就有了 出家之心 明朝嘉庆 已丑年出息那天 大师让汤氏沏茶 茶杯刚放到 茶盘里就裂开了 大师笑着说 姻缘没有不散的道理 初三早上 大师和汤氏诀别 说恩爱无常 生死谁也替不了谁 我走了 你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吧 汤氏回答说 夫君先走 我随后出家 于是大师作七笔沟词 同归信天礼和尚削法 不久又从 周庆寺吴晨玉律师 受拒足解 住了几天之后 大师即独自一人 有力四方 便参善知识 有五台山时 大师感应文殊菩萨放光 并到扶牛随纵炼魔 入京师 大师参访 汤荣笑颜两位大德 在他们的开示中受益匪浅 离开京师走到东昌时 大师忽然有所开悟 坐骑如下 二十年前 事可宜 三千里外 愈合其 焚香正己 魂如梦 魔佛空争 是与非 大师因母亲丧福未满 故而怀抱母亲领骨 便有四方 凡就餐即供养 凡住宿 必奉静 哀思如此深重 当走到南京瓦关寺时 大师一病急死 正欲举火涂皮时 大师微微地说了一句 我还有一口气 方才停止 病好之后 大师南归越地 曾经五次参加座禅法会 始终也不知左右林僧的法名 龙庆心目凝间 大师起时范村 见云七这个地方山水幽济 产生了终老于此的志愿 此山本是以顾高僧 俯虎禅师所居寺庙遗址 居士杨国柱 陈如玉等 为大师建造毛屋三间 以避风雨 大师独自一人 驻于寒山沿岭 曾绝石七日 附座于岩壁之下 云七一带 多有老虎为患 还山四十里内 每年都要伤害数十人 居民苦不堪言 大师发大慈悲心 诵经诗时 苦患境从此绝迹 有一年大汉 村民祈求大师捣雨 大师笑着说 我只知念佛 没有什么法术 众人坚寝不已 大师不得已出山 手机木鱼 绕农田念佛 足迹所至之处 大雨随住 村民惊喜万分 争相出资 出宫出墓彩 为大师造屋 在下地基石 挖出了原来寺庙的 立柱基石 大家说 这是旧云其次的 大师俘佣我们全村 我们愿使云其次 焕然一新 让福佑代代相传 新的寺院不几天就建成了 只是外边没有山门 中间没有大殿 唯有禅堂里住着和尚 法堂上供奉着经像而已 所有一切建筑 都不过是遮风避雨罢了 从此以后 净土法门大兴于世 四海之内的出家人 日旧归父 云其次也就逐步成了 一方大丛林 大师悲逆梦法时代 佛陀教育残缺不全 传宗道理难明 众生夜深够重 将佛陀上等醍醐 住存于污秽 器皿之中 堪可不畏 为众生得度 佛设立三觉学 三觉之中 戒为基础 基础不利 定会二觉 何所依从 修正思维言行 必须先加过根本 而目前大江南北 戒谈已久近步行了 为了重振颓会的纲领 大师带领大众 依佛制 每半月送 梵网戒经 及比丘诸戒品 远近那子听说后 进来归附 大师以 经研律制为第一行 曾守住 沙弥药略 聚戒辩蒙 梵网经 书发隐三叔 已发明戒律的药制 大师因自己从参究念佛 而得大意 故而广开 净土一门 普社上中下三根纵生 极力主张直持名号 痛斥狂禅 守住 弥陀书超 十余万言 荣惠势力 只归为心 世人都以为大师 只弘扬净土 而不知这是 末法中的 普光名藏 万历物子年间 瘟疫流行 每日病死的超过千人 太守于良书 请大师傅灵之次祈祷 瘟疫果然顿止 范村原有一座珠桥 但被潮汐葱塌了 行路之人很不方便 太守请大师倡导重造 大师说 若让我领头重造 无论贫富贵贱 每人只许布施银钱八分 八卦之中 坤挂地八 坤属土 土能治水 这是大师用八的含义 有人说 功成浩大 只布施八分银钱 太少了 恐怕难以完工 大师说 心力多则自成 不朽之功 用不了几天 即可积累至千斤 施工时 每打一春 大师都带领大众 持咒一百遍 编尔潮汐有好几天不来 大桥也静耳 因此造成了 昔日前往 见大桥时 用万人弩舍 以至潮水回头 今日大师 却以一心之力当之 是什么法术啊 大师道德日高 十方纳子 日日投归 大师一如既往 以雌心接待 弟子与日见增 居住也日益狭隘 大师都本着不妥好看 但求实用的原则 造屋而居 大师所定清规 比他人分外恭敬 大众清修 有通用的念佛堂 若是精进的 老病的等等 则别例小佛堂 每堂各有管事 各有所悦 定时开辟 也各有景与测具 定期宣读 夜里都有巡逻 击板念佛 声音在山谷中回荡 使修行困倦的人 从睡眠中清醒 只需要卧床 休息的人 安心入睡 布萨结膜 纠举功过 星星赏伐 凛然犹如冰霜 即使是佛陀如来 在齐环经设时 尚谢有六群比丘 不守清规 扰乱大众 在大师门下众僧之中 竟然没有一人敢 征静范律 并未颁照 百账清规 而足以救济十臂 古今丛林 没有像这样的 大师所定的 僧规四曰 景与测具 就是这样 光明炫亮 大师急以境界杀生 推崇放生 他的著作 九行于世 四海之内 多奉夺尊敬 大师曾在 静慈寺开讲 圆绝经 每天前来 听经的人有好几千 四面八方 全市人墙 大师曾 数满四千万公尺 作为放生池 并在他八十圣诞之际 又增广扩大 在府城中 设立上方长寿 两个放生池 每年需支出银钱 一百余金 在山中设立放生锁 专门救俗 放养飞禽走兽 费用全从 圣人口中结件 每年约需二百十两室 各放生池所 都设有专门守卫 并定期宣示佛法 即使那些喜欢 名叫的鸟类 闻沐鱼生生 也都鸦雀无声 寂然而听 等到宣示结束 便一起鼓动翅膀 上下宣明 这岂不是生物的佛性吗 是啊 佛说孝明为戒 鲁家批评佛子 只有养育 没有恭敬 大师对于生物 既养育又恭敬 而且又有礼节 难道不是孝吗 大师道风 传播日广 海内闲人好事 无论在朝在野 无不归心感化 如兵部尚书 宋英昌 史部尚书 陆光祖 内宫轩域 张云辩 赞如思成 冯孟真 陶忘泉等 上门请法的超过百人 他们都是专程前来探求 人生大事 文法之后 无不心服口服 成为大师的入门弟子 奸司首相 大小官员 一下车来就伏地拜业 以及闲人豪杰 排队等候参见的 全都一视同仁 不多一礼 不另招待 都是粗粮淡饭 分外乡 炒息漏榻 自情愿 听任蜥蜴从身上爬过 蚊虫叮扰 面色如常 望却行骇 望却权势 清难供养 不是大师经成所感 又怎能这样呢 侍郎王宗墓问大师 夜来老鼠鸡鸡 说进一部华颜经 大师答 猫儿突出时又如何 王侍郎无话可对 大师替他说 走去法师留下奖案 并写下这样几句颂言 老鼠鸡鸡 华颜丽丽 奇灾王侍郎 却被畜生获 猫儿突出话堂前 床头说法无消息 无消息 大方广佛华颜经 侍主妙颜品第一 侍郎左宗颖问 念佛能大彻大悟吗 大师说 反文文字姓 姓成无上道 又何以反念念字姓也 人和县令凡梁书问 心乱枉想多 如何能得到清静 大师说 置之一处 无事不败 有人问大师 为什么不看重 欲知先见 大师说 比如两人共读琵琶记 其中一人没读过 而另一人已先读过 最后两人一同读完 能增减一出戏吗 慈圣皇太后 非常宠重三宝 读了大师的放声文后 赞叹不已 太前内侍 带着紫家沙和大量银钱 前来供奉 请问法要 大师拜授后 回信作答 大师十分悲悯地狱 恶鬼之苦 无师而自习艳口 时时亲自主持设放 经常有人见到大师 在法座上 献出如来宝像 这是大师观想之力 化现而成 大师天性朴实 简洁平淡 严于打扮 无半点虚假装饰 对视对人虚怀若骨 面相温文单纯 体型若不胜一 而声音犹如红中 胸中没有半点 机巧虚伪心 而守护这颗心 就像面临敌人的威城 胜过先兵 真是善于储藏 他的惊天伟地之才 大师经手 银钱等事 无论巨细 滴水不漏 即使是筹划 丛林中日用前凉 凉入为初 斟酌厚薄 烤和因果 发明醉符 养老治病 宫带众僧 不掺半点水分 自建立寺院以来 五十多年中 从没有胡乱花过一文钱 寺中僧人经常多达百人 却从不派专人启画 经认施主自己上门 稍有一点盈余 总是布施给其他寺院 库中从不留储蓄 凡施主共灾之外 另有金银布施 接手之后 转手散去 施衣施药 救济瓶病 没有一天中断过 偶尔有人翻阅账本 兼最近七年之中 除基本建设 及僧人用度之外 总共花费五千余两白银 每年的支出 可想而知 大师生平特别珍惜福报 曾守住三十二条警语 以字免 到垂老之年 仍然自己洗衣服 倒尿盆 不愿让别人代劳 终身不依诉服 一顶麻布伪账 本是母亲 却是那您做的 直至她自己往生时 还在使用 其他东西 可以累推而知 总结大师一生的思想言行 以平等大悲 奢化一切 不是佛说的不说 不是佛的样子不学 不是佛事不做 佛祝福默示护持正法之人 要以四安乐行为师 大师以自己的实践 完成了佛的嘱托 我们历观东土 静宗历代祖师 特别提倡念佛法门 并不都是万行皆修 若是从万行中以章一心 在尘劳中而见佛性之人 从古至今 除六祖永明严寿大师之外 只有莲池大师一人了 现代儒家称 既因和尚为僧人中的 班超和司马迁 大师则可以说是 佛门中的周公与孔子 因为尖挑大法 既是何但大道 大师之才足以归至天下 大师之物足以传佛祖之心 大师之教足以因财观积 因积施教 大师之戒足以护持正法 大师之操守足以激励世人 大师之规章制度 足以救治当时佛门中的弊病 至于大慈与众生之乐 大悲伯众生之苦 广运菩萨六度 无时无处无事无礼 莫非菩萨之妙行 自大师发心出家以来 没有一人能对大师的 一言一行提出平意 真可谓是法门中得到 佛陀全部家传的人 如果不是法身大事 化入人间 以自身微光照亮末法 重重灰暗 又怎能这样呢 临终前半个月 大师欲先入城 告别各位战友及在家弟子 但只是说我要去别的地方了 回山之后连续几日下灾堂 亲自操作茶汤社贡 定与众僧化别 我不在这住了 要去别处 7月15日本该设渝兰盆会 以追见各自的祖宗父母 大师说 今年我不参加法会了 在寺院的祭司部里 大师悄悄写了几句话 云七四住持僧人 代堂上连池和尚 追见沈氏宗卿 试过之后人们才知道 这是大师在提前安排后事 7月初一晚上 大师进入大堂座下 嘱咐大众说 我的话大家可能不爱听 我就像风中的灯烛 油尽灯杆了 只等一壮一夫才相信是真的 明天我要出远门了 众人劝大师留住人间 大师做三可吸十可探 以警测大家 松江居士徐林等五人 当时正在寺里 大师就让侍者 送了五份遗嘱给他们 第二天夜里 大师在方丈寺里 视线轻微疾病 闭目养神 城中诸位弟子感到 围绕着大师 大师睁开眼说 大家要老实念佛 不要装模作样 不要标心立意 不得坏我规矩 大家问 大师之后 谁可主持寺院 大师说 戒行双全之人 又问 目前由谁主持何事 大师说 以戒德高下 推定网 说完 面心念佛 端坐而是 此时正是明朝 万历四十三年 七月初四五时 大师生于明朝 嘉靖以末年间 实寿八十一岁 僧腊五十年 大师自己选定在 寺院左边领下 做葬身塔庙之地 大师出家前的夫人汤氏 也已在大师出家之后 薛发维尼 建立孝义安 为女丛林主持 已先一年辞世 葬身塔庙 就在云七四外的右边山下 大师的得度弟子 广孝等 是最初上手弟子 所有大师门下 授界得度弟子 不下数千 这还不算再加重 官吏氏君子 列入大师门墙的 也已千计 只是没有私书弟子 大师的著述 云七法会议书 真是度世的宝传 法门的著实 其中经典著书籍 竹窗随笔等 二十多种著作 都风行于天下 大师平日教诫弟子 贵真实修行 不显示神意 所以大师的许多神奇故事 未曾记载流传 世尊深念末法众生 难以度化 恐怕中断佛的会命 所以在灵山会上 那些请求护知正法 亲蒙如来授记的大德 都不敢入五浊恶世度生 唯有从地涌出的大菩萨众 一力担当 对佛说 我等末世持经 当具大忍力 大精进力 既有现身此中 亦不自言其本 谢佛密音 但临终因 有以示之耳 观察大师一生之形式 潜肠神通 悄然运用 安住于忍辱精进之力 莫非是从地涌出 大菩萨之一 或者是净土诸上善人 成愿再来的 要不然 从凡夫地起修 求自立尚且不足 又怎能广行立他 护持正法 自始至终 无缺无路啊 净土宗第九祖 偶艺大师 大师法明 智序 自偶艺 好稀有 俗姓忠 大师先祖 本是辩良人 后来南迁于无限 大师母亲金氏 父亲闻其重宫 持白衣大悲咒十年 梦见观音菩萨宋子 而生下大师 那年正是明朝万历 二十七年 以害岁 五月三日害时 大师一生 通辱通禅 通律通教 但自谦尚不敢于古代 儒家 禅门 律宗 教下的大德相比拟 又不屑下与当代 儒家 禅门 律宗 教下的名流相并列 孤儿自号 八不道人 谦虚地自称自己是 不像儒家世子 不像禅师 不像律师 也不像教下佛子 大师从七岁开始吃素 十二岁到老师家读书 学习孔圣人的学问 立志要光大汝门 扫灭佛家老子 做千古第一人 并从此开婚饮酒 写下数十篇文章 论证师家老庄职学为 异端邪说 寓于驳斥 曾在梦中与孔子 沿回相见 请教学问 十七岁时 大师读了连池大师所作的 《自知陆序》 即竹窗随笔 从此再不敢诽谤佛法 并取出以前所著的 驳斥佛法的文章 全部烧毁 二十岁时 大师注释论语 到天下归人这句话时 住不下去了 因而废寝忘食 苦思冥想 整整三天三夜 从而对孔子 沿回的道德学问彻底明了 这年冬天 因父亲去世 大师读《地藏经》 德文《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大院 从此有了出世间心 二十二岁时 大师开始专心致志地念佛 将以前所写的文章 两千余篇 尽数焚毁 二十三岁时 大师听人讲 手楞严经 听到世界在空 空生大绝这句经文时 顿生一念 从哪里来的大绝 已至成为虚空的本源 大师思来想去 不得其解 又应在念佛时 神识昏散 功夫不能成片 由此缘故 大师决意要出家 身体力行 探究生死大事 二十四岁时 大师梦见憨山大师 哭着向憨山大师 表述缘分浅薄 相见恨晚的心情 憨山大师对他说 这是苦果 你应该寻求苦因 话没说完 大师就对憨山大师说 弟子一心求学 上乘佛学 不愿听闻 小乘苦极灭道的四地法 憨山大师说 军事有大志向 真是可喜 将来纵然不能成为 黄涅林济一流人物 也必然成为 沿头德山一流人物 大师听后 心中还有许多疑虑 正准备请问 不知什么东西一声响 使他从梦中醒来 大师想 古代大德有什么高下差别 这不过是自己的 妄想分别罢了 如此一月之内 大师三次梦到 憨山大师 而憨山大师又住在曹西 相聚太远 无法相随 于是大师就在 学领师座下 剃度出家 取法名秩序 学领师是 憨山大师的门人弟子 这年夏秋之际 大师居住于云七寺 听古德法师讲 《维时论》 《维时论》抽象思维 非常深刻 难度也非常大 但大师一听就明白了 明白之后又怀疑 与《守龙言经》 宗旨相矛盾 他请问古德法师 法师说 相宗相宗相宗不能混合 大师非常奇怪 同属佛法 岂能是两岔路 一天 大师听古德法师说 不怕心念起 只怕觉悟持 大师就问 假如众生死后 中阴身若胎 一念起就受生 此时纵然迅速觉悟 又如何能脱出子宫 法师说 你现在入胎没有 大师笑笑没有回答 法师又说 你已入胎了 大师无话可对 法师说 你以为今天这个身子 果然是从受胎时 才得来的吗 大师汗流浃背 不能分辨一个字 于是就到静山去坐禅 等到第二年夏天 大师在精进坐禅之中 忽然感觉身心世界 全部消亡 这时才知道 这个身子从无始以来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都不过是兼顾 王翔所现出的影子 而且是刹那刹那 念念不住 的确不是从父母所生 从此以后 相宗相宗在大师心中 融会贯通 一起透彻 本来就没有什么矛盾之处 不过是纵横交错的邪说 一物后人罢了 到这时 一切经论 一切公案 无疑不在大师心中涌现 但大师很快 更进一步的觉悟 这还不是圣人境界 因此从来未对一人炫耀 久而久之 大师胸中空空如也 再没有一个字迹了 二十六岁时 大师受菩萨戒 二十七岁时 大师遍读所有滤脏经典 方知世上修行 以讹传讹 戒律多有措施 二十八岁时 大师母亲病危 多次割碧肉入药 都未能挽救母亲的性命 大师痛彻心肺 埋葬了母亲之后 大师焚笔气焰 使之要往深山修行 因为同餐道友 剑空师的挽留 故而在松林寺闭关 在闭关中 大师得了一场大病 在性命交官之际 大师觉悟道 若遇了生死 还需归净土 从此大师以参禅的功夫 求生西方净土 三十岁时 大师出关朝海 准备前往中南山 道友雪航师 愿向大师学习戒律 大师于是继续留住龙居 并助协讲述了 《皮尼士仪集药》 和《范氏偶坛》两本书 这一年 大师遇到了星谷 唯一两位同修 互相之间得以颇神 三十一岁时 大师送星谷道友 到博山剃发出家后 又随吾亦禅师到金陵 两人同行共住 言谈话语有百十来天 因而对当时残宗的刘碧 了如指掌 所以一心一意 弘扬戒律 大师自欠自己对戒律的理解虽然深刻 但烦恼习气特别重 身与异业多有玷污 所以誓死不作和尚 大师说自己是三叶未能清静 却枉有枝解戒律的名声 名过七十 是修道人平生之耻 三十二岁时 大师准备注释 梵王经菩萨界新地品 就做了四个咎问佛 一个写着学弦守 一个写着学天台宗 一个写着学慈恩大师法相宗 一个写着自立宗门 几次研究都是天台宗 于是一心一意 以天台宗的法门修学 只是不肯自居天台弟子 因为当时天台宗与禅宗 贤守宗 法相宗 各执门户之鉴互不相容 后来有人说 大师是独独弘扬天台 大师说他们是以耳为目 错知己也 三十三岁时 大师的同修道友 胸骨必如二人去世 大师便进入凌峰过冬 并准备通读大藏经 三十五岁时 大师主持建造了西湖寺 并助协讲述了战查刑法一书 三十七岁时 大师住于武水 助协讲述了借消灾掠师 持戒监渡掠师 于兰盆新书三本书 三十八岁时 大师住于九华山 第二年 助协讲述了范网合著一书 四十一岁时 大师住于温岭 助协讲述了大佛鼎学一文句一书 四十二岁时 大师住张州 助协讲述了金刚破空论 偶艺三颂 灾经科著三本书 四十四岁时 大师住于湖州 助协讲述了大成只观诗要一书 四十六岁时 大师住于凌峰 助协讲述了四十二章经解 遗教经解 八大人觉经解三本书 四十七岁时 大师住石城 助协讲述了周易禅解一书 这年秋天 大师宜居祖堂 两年后 助协讲述了 唯识新药 相宗八药纸解 弥陀药解 四书偶艺解四本书 五十一岁那年冬天 大师返回凌峰 助协讲述了法华药义 第二年 又助协讲述了战查书一书 并依据佛典 针对石壁 重新制定了律药 五十四岁时 大师住圣西 守住愣且遗书 此书到千居长水才完成 此时 大师还有略丧之律 法海观蓝 圆诀书 维摩书 大乘起性论书等书的 注塑计划 等待机缘成熟 即可成书 大师生平曾几次对弟子们说 宋朝著书之学兴盛 而圣贤传心之法 从此混暗不明 这是以方目入 远孔的缘故 佛学中随机结膜出现 而戒律从此衰微 这是乳中加水的缘故 禅宗只阅录一书盛行 而禅道从此败坏 这是给混沌凿出恐翘的缘故 天台宗四教义广为流传 而天台宗从此昏昧 这是死职一个药方 就只多种病症的缘故 所以举世之人 儒也罢 禅也罢 律也罢 教也罢 没有不说别人是义务 厌恶嫉妒别人像仇人一样的 大师笑着说 知我者 莫非只有释迦牟尼佛与地藏菩萨 罪我者 恐怕也只有释迦牟尼佛与地藏菩萨 以上传记 录自大师守著的自传原名《八不道仁传》 以下录自大师门人成诗法师所记的续传前半篇 凌峰老人偶艺大师自传写于仁禅岁腊月 第二年魁四岁大师 第二年四月大师到新安 截下安居三个月后 在社谱天马寺守著选佛谱一书 接着阅读 《宗静录》 删除了其中的法勇、勇乐、法真等人所删改的杂说 更正了经论引用时的错误和历次刻印所形成的错字 对于三百六十多条问答 一个一个确定大意 标明来龙去脉 阅读结束后 大师为教定《宗静录》做了四篇拔文 之后 大师又精选大居士 袁洪道的著作 只存了一册 提名袁子 入秋进入八月后 大师由住于黄山、西岳等处 冬天又回到了天马寺 守著《大成起性论》列网书一书 顺至十一年甲五岁正月 大师五十六岁 迎丰南仁义寺邀请前去讲法 法布施结束后到西安 二月后的包洒陀日又回到凌峰 这年夏天 大师带并选西灾净土诗 并亲自撰写赞文 补入净土酒药 夏天结束的时候 大师也病好了 这年七月 大师助写讲述了 《辱师宗传》《窃义》一书 八月 大师续读全部《大藏经》圆满结束 九月 大师守著《略藏之律》 法海观兰两书 十月 大师又病 病中曾写下 《独座书怀律师四首》 其中有 《数己二三子为我一生思》的诗句 十一月十八日 大师曾做《病中口号祭》 腊月初三 大师曾做《病皆偶成七律一首》 其中有 《名字为中真佛眼》 《为之必敬》 《复何人》的诗句 这天 大师口述遗嘱有如下四条 一是让赵南等辞两位弟子主持以后的寿武界菩萨界事宜 二是让赵南 灵圣 杏诞三位弟子带坐带请 三是让弟子们把他的骨灰火化后将骨灰磨成粉 获入面中分成两份 一份布施给鸟寿 一份布施给水竹 与十方众生普结西方之缘 腊月十三日 大师在寺中兴办敬舍 并亲自起草愿文 接着 大师守住求生净土祭六首 除夕时 大师座更六居民并坐祭一首 以末岁元旦 大师座祭予两首 正月二十日病情加重 二十一日早晨起床后 大师病好了 到中午时 大师接家夫坐于绳床 向西举手而逝 享年五十七岁 三年后 门人弟子将如法涂皮 喜堪而逝 只见大师遗骨 头发长到盖过耳朵 面貌如生 端然肤坐 连牙齿都没有一颗损坏的 弟子们不忍心遵照一命 魔骨豁面 就将大师遗骨 安葬于凌峰之大殿右侧的塔中 大师住室时 茶门中许多人都说净土是全教 遇到念佛人 都要掺究念佛是谁 而大师坚持认为念佛意法就是原顿心踪 大师曾开示众人说 念佛法门别无奇特 只是深信力行为要 佛云 若人但念阿弥陀 世明无上 身妙禅 天清云 四种三昧 同名念佛 念佛三昧 名为三昧中王 云七云 一句阿弥陀佛 该落八教 原社五宗 大师著述编写的著作共计四十多种 其中净土食药一书 凡修行敬业的人不可不读 佛啊 好痛心啊 世间之眼入灭 正法之床折断 那些恶心向佛的邪魔 随去旧正 那些好心而遭受荼毒的人们 随去扶持 莫不是我们这一辈众生业障深重 不能感应圣人 久住于世吗